今天是2024年5月1号 今天我带大家去看一个open house 一个小建上的open house 那个房子性价比特别好 租售比特别好 我们去看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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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开业庆典 我们就去参加了一下 他现在第一期五十多户已经建好 业主都入住了 然后里面只有一家是储主的 其他都是自住的 他的建商呢 是芒狗 是一个还可以的建商吗 不是当地的 在附近几个城市都有建房子 然后他两种可选的房源 一种就是 我不跟你商量 我已经就建好了 我帮设置啊 升级我全做好了 就这种房子呢 会稍微贵一点 因为他已经里头有一些升级啊 建商都帮你建好了 然后现在他有大概十几个房子可以选 七到八月份过户 还有一些呢 就是七房 七房他怎么选呢 你先选户型 然后你再选你喜欢的地块 然后你再选你想要的升级 建商呢 给你一万块钱免费的升级 你可以用 那这种 这种七房呢 大概六个月左右呢 建好 那他这个优点呢 就是我们会包租的 你在这买 我们会包租的 他这块价格相对便宜 学区比较好 就在什么呢 这就算好学区了 五六七 小学中学高中 然后如果是买七房的话 你什么 就把他那一万的升级给用了 你自己不带加钱的话 大概三四三万 就能买到一个两层试卧了 那这个租金呢 应该是两千六百块钱以上的 整个小区都很好 你看那个视频啊 走进来什么 小区都很好 公用设施都有 其他的没有公用设施的 小区物业也不会低于五百块钱 一年啊 但这个呢 他有很多的设施的 小区出门就是高中 高中 美国的高中一般是四年 如果是家里有高中生的话 都希望是住在高中旁边 这样小孩能够自己去走路上学 不用接受 参加课外班什么的 然后这个房子是有设计的 比方说一层是九尺高 整个房子都是大理石 或者是石营 然后你从外观看 不难看的 挺好看的 就目前为止 整个小区都是自住的多 基本上全是自住的 那我们现在推的其他的小区 全是出住的 这个也说不清好和坏 因为全是出住的 我们引进的都是韩国人 只要是韩国人一寄来了 其他的韩国人就愿意寄来 那如果都是自住的呢 这个可能好 可能不好 但基本上 如果是自住的 小区都会很漂亮 这个小区大概离车厂 就现代的车厂 组厂大概是22分钟 但是可能是20分钟 可能是30分钟 上下班不同的时间 时间可能是不一样 好 那这是这一期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区 我在沙方拿这边 我们现在大概已经签了 170套的合同 我们已经过后了 100多套 就是我自己看好沙方拿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朋友在这买了两套 他过来看 他说 沙方拿给我的感觉 就像当年深圳 从渔村 往深圳转型的过程中 因为他爸爸是建筑设计师 当初深圳建市的时候 他爸爸是参与设计的 他说就有那种感觉 但是呢 沙方拿相对于 当时深圳那个愚存来说 他自己又有他自己的优势 比方说本来 他就是全美的 第三繁忙的港口 他本来就 他的海滩就是 全美排名前25名的海滩 他自己有两个军事基地 现在再加上车厂进来 马上会带来大量的就业 所以接下来 在沙方拿缺什么 缺人工 装修的人缺 劳力缺 车厂的工人缺 车厂的供应商 找不到人 就接下来 在沙方拿是缺人 那一缺人的话 就说明 这工作机会多 但是找不到人 那这样的话 会有人工作的人 年轻的人 这种蓝领的 会往这个城市来 所以有一个网站 它是经济学预测 接下来 沙方拿会有 36万5的新增就业 那整个沙方拿现在城市 加上卫景城 才有40多万人 但接下来新增就业 就有36万5 所以这是我很多买家 看好沙方拿的原因 它增值前景挺好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它的租收比比较高 就比方说 说像这个小区的房子 你可能33万 35万你买了 你租金可以2600 那我们说2600 很可能到那时候 住3000有可能啊 那如果你要是买了的话 我包住的话 我是愿意住 付2600块钱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